來道文化講座 講這個有關魏晉方面的論題 那郭教授研究的理學所謂 那不只是研究魏晉 他對於先行出土於道 跟出土於建築的關係 更是國內相當相當晉升的專家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們聽聽郭老師對於魏晉這方面的研究的心得 我想他一定會用更廣的這個背景 來為大家這個論述這方面的學術的特質 那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郭老師 謝謝這個林教授的介紹 然後也非常 這個我直接拿就可以了 我們下一個 對這是開來的 那也謝謝那個陳董事長 他辦了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這樣的一個演講 讓我有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下 關於魏晉的一個風度 但是呢我來的時候我就開始很後悔了 因為我覺得魏晉這個事情是 導致我寫博士的時候 然後我研究的課程 那但是之後呢 開始進入到學術界的時候 其實我魏晉的大概就是碰的都很少了 大概就是一直往先行跟出土文件 所以開始來的時候有點後悔 我今天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一直在跟同學 跟那個吳慧玲啊 跟那個同學講 還有跟董事長講說 我今天講不到12點怎麼辦 因為我看一看我的資料 要講到12點有困難 那但是呢 在這裡講魏晉風度 各位有的一個資料是1927年 那因為當時那個林教授要我 林林造教授要我給資料 那我想我用沒用完 我真不是沒用 我今天早上才用完 然後呢是不是用完了 其實我看到我原先開頭的設定 還真有一些東西 是真的漏掉了很多東西 那或是甚至說 應該叫做未完成的一個狀態 那麼就臨時找了一下那個魏迅先生 在1927年在廣州的一個演講 那他當然有他的一個時代背景 也就是說魏晉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強調 我們的一個印象 我早於對魏晉的印象就是飄 那種好像神仙飄逸的風格 好像與世事無竿的這一個方式 可是呢 實際上你真正進入到魏君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是一個很痛苦的年代 那個年代喔 其實我們現在的痛苦跟他們不太一樣 但是呢 痛苦的指數可能是一樣的 尤其在台灣 在大陸應該痛苦指數會少一點 為什麼因為經濟真正向上 那麼他在那裡我就發現到 他在他的簡說裡面 當然他是有歷史的背景 以及文學的背景 那我在這一部分呢 其實涉略是很少的 那麼呢 所以我大概就是很自私的去談了一些 那麼如果我要講魏晉風度 我應該要怎麼去界定 那麼我發現到他所談的那一個跟 就是說應該是我早年看過 後來就忘了 但是印象中一直就是魏晉風度 就是指人的言行舉止 這一些部分 那麼呢 這一個在魏晉來講 當然我們就先去找風度這個詞 我們今天的風度就更過去 我們在使用魏晉風度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講這個人叫風度翩翩 那就是什麼 可能是一個長得有點才華 然後又帥帥的 而且通常形容男生 很少再形容女生 然後呢 如果在人跟人之間的交往裡面 就是你在李儀的表現上 可能你跟他有嫌棄啊 可是你還做了一些什麼舉動嗎 我們就說風度不錯 大概就是講氣量這一個部分 那麼最早在使用風度這個詞的時候 他就是指言坦舉止跟儀態 這個這個的用法 大概是在後漢書鬥龍這一個地方 開始出現風度這樣子的一個詞 那麼他就會指美好的這一些舉止姿態 還有氣度氣量這一個部分 好像那個氣量的氣字寫錯了 那氣度氣量 然後這個在元代也會指向跟詩書文化 這一個字詞是有關的一些神韻的 都是這樣風度 那麼如果從這一個方式我們來看的話 講到魏晉的風度 我覺得在我當年 我在寫博士論文 雖然我用的資料有一些會從這裡出來 但是我當年看了這一本我很喜歡 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 在看世說新語的翻譯 這是台灣版的非常早期的品人明鏡 然後這陳能華他這個人很特別 他是史學的 然後他在做這一個的翻譯之後 他會有給自己一個評論 自己會從另外一個視角去評論 然後評論的角度讓你常常就是 我覺得這一個沒有辦法做學術研究 但是他對心靈的安慰 那一種以及心靈的啟發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他會給你一種 因為他也是很博學 然後會引用西方的 然後會有一些那個 然後會有一個視角告訴你 讓你覺得點點頭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待會我會引用他的一個東西 那各位就會發現到 為什麼我會去讚賞這一本 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因為早年當時為了寫錄 我就只看過一遍 這樣子頭頭翻過一遍 也不會記住很多 但是看的時候是非常有感覺的 那個世說新語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他會一個是一個南朝 留意倩所做的一個紀錄跟書寫的一個筆記型的 然後把當時的人物形象 整個就把他做一些簡單的敘述 然後會有他給他分了36個類的 待會我們會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衛進風度 給我們影響最大的大概就是 大概是竹林七賢 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 那竹林七賢我們知道有一個流理 以前聽說7月7號 可能是國立七月7號不是農曆 因為當時我們早就用了一個 就不是我們現在的拼地這樣的部分 好像是國立的 我的印象是如此 我不知道 他們七月7號說要賽書 然後留你很窮 然後所以呢 他就是彈袖後背這樣子 後來東進的時候好像又一個人學他 然後就是就是什麼 人家問他 就那天要把你的金書什麼拿出來曝散 然後才不會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獅蟲啊 門獅這一類的東西 肚蟲這一類的 那他家窮沒有辦法做這些 所以他乾脆曬肚子 然後曬肚子 意思表示我滿腹精靈 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然後竹林七賢他一個 那個就是那個卵吉 卵吉有才華 然後呢 司馬集團就是反正他想要把女的嫁給他的樣子 然後卵吉一直不肯 為什麼卵吉從儒家的 然後轉向到家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他不肯 所以呢 他就連喝60天的酒醉 那酒醉這一個事情好像是很困難對不對 對我來講很困難 我喝了酒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睡覺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最深的就是 最早當然是過敏 然後呢 後來有一次去了國外 然後他們開會 一個是日夜時差 再來就是又有葡萄酒 這樣一喝下去 別的人都在討論學問 我就昏昏欲睡 然後那睡呢 我在研究味精的時候 人家都覺得你不會喝酒 實在是怎麼能算研究味精 那在座可能有幾位都是有研究味精的 應該是能喝酒 喝酒會造成一種微醺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這種狀態 因為我除了就是很直接從1到90 不然就180 沒有那種我中間這樣子漂浮的狀態 只有往往我想睡覺的時候 那這一個呢 他就是連醉六十天 然後意思就是回絕 這是他們的竹林期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好像是卵籍的母親死的 然後呢 這也是那個龍中山會批評說 魏晉這些竹林期限民事 他們根本不叫做崇尚自然 他們根本就是一個 就是反而批評的很不好 就是認為他們其實是 是仍然在明教當中的 那竹林期限這一個方式 事實上是因為 當時好像是漢憲帝 然後他還是哀帝 就是跟朝就是魏晉集團 然後他本正統不是魏晉集團 朝魏集團 但是呢 他就要把這個正統給他一個國 叫三陽國 那這些人呢 當然就會 就覺得那個地方是他管不到的 所以他們就去那裡 還沒有反對那個司馬集團的那些 就會跑到那裡去 然後是散布 然後這一類的 他有阻領期前的這一個名號 當然也有關於養生的 所以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陳董一來就告訴我 應該是陳董 我應該姓氏沒用錯吧 黃董 黃董對不起喔 我一直 對不起喔 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 黃董那個 他就會問我養生之道 我跟他講 我沒辦法 我不會喝酒 他說有藥有酒 應該有養生 可是喔 基本上有一點點 他們的養生可能 不太 有養生那是在報骨子 道教的這一個系列比較多 他開始也會有煉丹素啦 這一類的東西 那也有一些開始有身體的這一個部分 那但是他們的藥跟酒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那個就是有寒死散 那是很毒的東西 所以他們一定要藉著喝酒 讓他那個血氣循環比較快 而且那個酒不能是冷的酒 像那個裴秀吧 但他就喝冷的酒 就很快就死了 就會死 就是說他本身那個劇毒的東西 要加溫熱的酒 然後他才能夠散發 散發的時候 他們的言行舉止 都跟這一些他們想要的一個狀態 微醺的狀態什麼這些 都跟他們吃了寒死散這一個 以及酒這一個部分 有很大的關係 那但是這個我大概就龍頭在裡面說 那自己思想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待會也許會講一點 但都不是很完整 那相關背景喔 因為我本來上一次來的情況 然後跟這一次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會想說要知道 讓各位了解相關的背景喔 那這一個大概就是會進時候 他又會分的 那這一個釋說心語是一個筆記小說 然後在這一個 這一個筆記 所謂的稱他筆記小說就是說 他並不能夠完全從史學的角度 去看待他 那因為有一些東西 像他在講周楚的故事的時候 那歷史上的記載跟他 釋說心語裡面所描述的是不一樣 釋說心語裡面描述的是 周楚改過之心是因為殺了角龍 然後看到很多人都在 都在一分 他不知道他是三害之一 然後呢 人家以為角龍跟他三天三夜 然後看不到周楚 就覺得周楚死了 就很高興 得手淺慶這一類 可是當他又活過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人家是因為 以為他死了在高興 他以為人家在慶賀他 所以他決定改過之心 可是在歷史上不是這樣子 只是他被勸導的一個方式 所以就不是從史學的角度 但是在這裡他分了有德行言語 正式文學 這個大概就是孔子的孔門士科裡面會有的 那孔門士科就是說對人才 對他的弟子的分類只有這四種 那這整個的延續下來的分類的釋善 他在這裡面當然這過程當中 有一本非常重要叫《人物志》 這有一個另外一個系統 就是關於人物見識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不討論人物見識的這一個部分 可是他在這裡同時也形成 會近時或在看待人的時候 不會再從人性只有散賀的角度 像我們今天你知道嗎 我們小的時候看電視劇 我們只會分好人壞人 可是我們到電影院的時候 可能剛開始看陌生劇的時候 剛開始也影響跟好的話 你先把他分清楚的再說 可是實際上在你的生活裡面 以及在未盡的時候 他有在面對人的時候 不再是只有好人跟壞人 這樣子簡單的善惡區分 因為好的人也會做不好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好的 有時候就是熱心 然後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我們冷靜時間常常會發生 因為熱心與性善良 可是他知道了什麼事情 他覺得想要告訴別人 可是告訴了別人這個訊息 可能是什麼 是造成不好的結果會發生 可能是紛爭 這一類的都會有 那壞的人會不會做好的事 好像也會有 我印象很深刻 就一個通緝犯抓了一個農夫 然後他跟農夫說我不會殺你 但是我要把你當人子 那講一句話 那個誰有一個通緝犯後來 那他爸媽也都認為這個通緝犯 這個兒子是好人 就是很乖 你所有只要看到做壞事的婦 我一定說 還有這小孩很乖 但是實際上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不曉得 那在這裡面他就會講 從人的各種的狀態 有方正 有個性方正的 正直不阿的 可是你知道正直不阿 什麼叫正直不阿 我這個人不見得假設我不是很好 可是我看到我不喜歡的 我就是不跟他亂 我可能在當時我已經就變成 我也是一個很鋼正不阿的 為什麼 我不會去故意跟他表面 籌措運作這一類的東西 可是這個時候 他並不是原先我們心情在講的 鋼正不阿那個性格 所以基本上這之間的一個分跡是有差的 啞亮這個東西很好玩 待會兒會去看 如果是我我做不到 他會去提到夏侯選 在寫信 然後大概是天打了一批 批到他的那一棵樹 然後倒了還把他的衣角給燒了 他還神色自若 如果是我大概趕快跳起來就跑掉了 那他們會覺得這個人很正靜 然後氣度很好很穩 我不曉得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啞亮 就是說要讓你看起來就是能夠神色鎮定 自若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們從這個來品評這個的氣量 大不大 然後還有劍士、賞密這個 待會兒我們都還會再去講 那麼在這一個他是記載了 世人的生活跟思想 然後他當時的一些 我們可以在這裡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清壇 有很多清壇的資料 比如說關於老子跟孔子之間的 這個在文學篇裡面就會有一個 老子跟孔子誰到底是聖倫的一個部分 那麼王碧就會去講 老子是橫顏舞者 那孔子是橫顏遊者 可是舞呢 事實上他講的就說有的人認為 王碧在這裡是推崇孔子的 有的人認為他還是堅持老子為主的 所以這個在學術裡面就會有一個神論 有的人說王碧是反奉的 可是實際谷子裡 魏晉時候的 從來沒有忘記過儒家 從來沒有忘記過儒家 為什麼 王碧倫語是語 然後何彥有註解倫語 我們今天十三經的註書裡面 好像何彥的倫語集結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考資料 然後郭相也曾經註解過 只是郭相的資料已經遺失了 現在還保留好像幾條資料 然後在那個陳述德的輪椅集結裡面 我知道是唯正平有一條 然後在這裡面就會發現到 其實他們從來沒有忘記過 可是你看喔 越名教任志蘭的姬康跟卵集 我們講他們是越名教任志蘭 應該是一個很超脫的一個人 可是事實上什麼 他們兩個人原來都是非常遵從儒家的 可是後來因為不滿司馬集團 然後所以他就轉向了道家 然後就有一個轉向 很明顯的一個轉向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司馬集團 就是標榜人家禮教 然後導致就是說 讓大家對這個禮教有一點厭惡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司馬集團 他們認為司馬集團為非作膽 然後在這種時候 他們就逃回到道家的一個百保寧 而最後是很摒棄人家的 像姬康就曾經就認為六金是一個古人招貨 這一類的一個東西 好 那麼這個時候 在這個延續的東漢的時候 他們其實最早會有一些人物的品貧、貧賤 然後這些貧賤就認為誰可以當官 誰不可以當官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是勢力談 儒家經典隨之他們祖宿老莊 那最常談的就是周易老子、莊子 所以一般都稱為三選 那這三選呢 事實上就是說 合燕、皇帝、夏侯玄、郭相 這一個都有變展 合燕是號老莊業 然後呢 論迴天帝、萬萬劍無為本 夏侯玄這些倡討 一個合燕跟皇帝是正史選選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讀你七選 跟日本集金康 然後再來就是郭相 跟那個相袖這一類的一個情況 那清義呢 其實就是指人倫見識的一個部分 清義跟清潭 其實最早有這一個說法 可是後來那個以前 已經退休的唐毅林教授鄭大人 然後他也未進清潭 他現在回到 聽說是回到 回到湖南長沙養生去了 就就是定居退休 或者優渥的退休生活 因為房子很大 我們也去過了 我認識這個人 但是沒有自己交情 只聽人家說 然後在這裡他就有對清義跟 他認為當時的清義 比較像是相論的這一個部分 是個別式的 那清潭是用的範圍更廣泛一點 那麼竹林七選大概最主要就是 記住這七個人 阮吉吉他三濤 這都有一個關係 在那個好像何啟明的 好像是何啟明的魏晉清潭 還是竹林七選這本書裡面 他有一個圖表 然後呢 這等於是兩個阮吉這一邊是一個 然後呢 跟那個姬康 那姬康這邊是跟所謂的三濤友有關聯 跟相啟跟三濤友有一些聯繫的 然後那個這個並不是七個 一直都是有密切交往 那這這之間的一個故事 最清楚的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都是上皇老之選 那這個地方講說他上皇老之選 也是他是把儒道融合的一個 等於是道家中有儒家的一個 一個併位在裡面的一個學說 所以呢 他們基本上是想隱翼三濤 然後這裡面有幾個一個部分 就是說卵吉嫂就是 這裡面卵吉嫂長環 吉見以別或吉之 然後就會想彼吉會有被色哉 然後琉璃呢 重久放達 然後脫衣裸形在屋中 在屋子裡面 然後人家就會笑他 為什麼你的衣服是這樣子 琉璃就說 那凡是進入這個人說 我以天地這樣子 你們怎麼進了我的衣服裡面 這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討侃 這一些績笑他的 那麼這一個就是 九罪六十日的這一個部分 那麼從時代裡面呢 看了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我在看這個會跟 魯迅有他的年代他在 因為他那個時代是反對吃人的禮教的一個年代 那麼在這裡呢 我覺得這一個年代裡面 讓我們有非常欣賞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他們的士族士人呢 他可以引領一種風氣 可是我們今天讀書人從 我一直在看喔 從最早我們欣賞這一部節目 然後呢 專家學者講話很有分量 之後變成名 就下降 下段變成各說各話 就名嘴你只要 就可以賺錢嘛 那個錢賺了很多 然後呢 就變成整理就不見了 因為呢最後變成 這邊打我失敗 那邊打我失敗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沒有那種輕易的功能 我們所謂的第四群也都不見了 那當時他們是世人之間會輕彈 然後會形成一種風氣 然後呢會有一個效果 然後這個效果呢 他會在小孩子身上發現 我們現在鼓勵的小孩子是什麼 鼓勵要有那麼多功課 可是他們學了很多才藝對不對 然後要盡量去玩 然後要不要讀經書 大陸有這些讀經班很多 台灣好像也有 但是呢 欸在我的生活周到 至少在我生活周到 沒有這回事 為什麼要讀什麼 要讀英文比較有幼兒 讀英文大陸會不會有 我聽說現在小孩子也是要啊 就是從小就開始上幼兒園 就是要去學英文啊 可是他們是什麼 就是這個司空復合 就是一個貴族 一個那個官司 那跟他們在親眼的時候 那張學姿這兩個是小孩 有人說他兩個都是七歲 有人說這一個是九歲 這一個是七歲 那不管怎麼樣 這小孩子很聰慧 然後呢 就看到人在那邊談 他就記下來 兩個人他們走了之後 就開始對談 然後除了講他們記憶力很好之外 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小孩子也不玩 半家家酒對不對 我不是離小孩子太遠了 然後但是至少我看 那一些小孩子 為什麼 因為父母只有一個小孩 就帶他去哪裡 去哪裡 那他去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是什麼 去聽故事 去學什麼技能 這個時候就不是玩家家酒的年代 然後呢 會不會為什麼 因為會玩家家酒就是營居很多 然後呢 父母也可以在家看館子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玩家家酒 那現在通常這種情況也在 那你要再看到這樣子的情況也很少了 然後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非常年紀很小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本來是衰弱的貴族 所以聽到這樣子他覺得 我家族有希望 如果你的家裡有這樣子的小孩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親信說 我家族有希望 我不知道 然後呢 這個是 這是他在講他們的一個情況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故事 這也是在言語 這是在附會篇裡面 就是早會 就是很早很年輕的時候 那這是言語篇裡面記載的一個事情 就是小的時候很聰穎 然後呢 他們兩個呢 就到了 看到了佛寧相的時候呢 有 就是說有那個畫像專這一類 那有哭泣的 有不哭泣的 所以他就問這兩個人說 那為什麼哭泣 那張玄之就回答說 因為親所以故 因為被親所以故氣 然後不被親故不氣 然後呢 這一個呢 事實上另外一個故夫呢 他就說不是 是由忘情所以不氣 不能忘情所以氣 那這裡面就涉及到那個 聖人不能忘情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小孩子的情況 就開始被影響到這一些東西 那事實上呢 講一句話說 我們知道王碧的聖人有情論是高於 何彥的聖人無情論一招 因為王碧那個 何彥聽了王碧的這個聖人有情論之後呢 事實上他就老子住宿都不太 不再做了 然後 然後就讓他覺得王碧比他更高一招 可是實際在生活層面裡面呢 其實 忘情跟不忘 有情跟無情這一個部分呢 事實上 這裡面我不瞭解他 他真實的忘情是指使 但是大概就是什麼 不被外在事物物所牽扯的一個狀態 那你如果能忘情是指 你已經進入到到家的狀態了 那不能忘情是因為你仍然在 人的人倫之間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人倫之間的 我們現在生活周遭裡面喜歡什麼 喜歡不要忘情 我比較喜歡不要忘情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未進的時候他覺得說 你能夠表現出那一種超多的氣質 是表示你這個氣量很好 表示你這個已經跟到同體合一 那為什麼他們想要喝酒 也就是覺得我可以微醺的狀態 我可以不變事物的差別 你知道嗎 你就可以知道哲學的帥落到這裡的程度 因為哲學是本來是從這樣子 那種新的不分別的一個方式去看待 未進的時候這樣子的可能理論家 他也能夠去說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是在生活層面裡面人很難做到 那最後的時候 一般人如果要把握這件事情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直有在 有一直從某一個視角他有摔落 可是他有沒有別的東西在生起 當然應該是有 這個很多層面都有 包括天命說的問題 從周代到漢代 周代本來是有的才能得天命 到了漢代的時候就要蹭五支 然後到了宋代的時候還會什麼 就是那個東漢那個王莽的時候 那個王莽辛莽的那一個時期 它是什麼 類似有稱為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之後是要防袍加深 然後你只要想到我們2000年的時候 我們2008年不是台灣的人 可能比較難以瞭解 那台灣的可能應該可以記得 2000年跟2008年 還有2004年都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那這些事情你會發現到 我們好像還活在何代 而不是科學的年代 大陸很難相信我講的是什麼 那個是因為你們很難相信 2008年的時候我們在競選的時候 他就兩個候選人都是白跟紙的搭配 白跟紙 我也就忘記是怎麼個搭配 然後一個民調比較低的 他就要把帽子戴反了 戴反了本來在那個LA 那個大概就是很青少女的裝扮對不對 街頭少女的一個方式 他的意思就是他可以逆反回來 然後雖然即使有一個聖的人他說 他也不關心這些 可是反對龐貝倫狗他 他也樂的就是這樣子做的 他也不違逆這些事情 然後極點出發了十年一大堆 那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到底是在什麼年代 我們跟這些年代好像有遠距離太遙遠 可是也衰落的更厲害 他是這樣子很明顯的 那我們現在是什麼樣子的訊息都有 好 那麼這一個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梁國楊氏的這一個 那他就是就有人要欺負這個小孩子九歲 然後孔君廷就是要去看他的父親 看梁國兒楊的楊這樣的 然後他的父親不在就叫 那這個就叫他兒子出來 然後擺設那個水果 然後水果裡面有楊美 然後他就指了這一告訴你 這是你家的水果 這是你君家國 然後那小孩子也很聰明 我怎麼從來沒聽過孔雀是你家的 孔雀也有一個孔字 所以這小孩子聰明到極點 然後我不知道我的小孩 會不會有這麼聰明 那這是看到他們在魏晉時候的一個 那我們講說他們天才就是像 王必就24歲 然後有一個大概是氏族 然後他的哥哥還是弟弟 就是親人時的也是這麼早死 可是他當時覺得很安慰 為什麼王必也是這麼早死 可是問題是同樣是早死成就不太一樣 那所以呢 那時候對於天才的重養 是到了這個程度 那麼在這裡面就會有這一個 關於所謂的有情無情的一個辯論 王必是曾經強調那個聖人有情論的 貿易人者神明者通 通負人者無情義 在這一個部份 那忠譽跟忠慧 忠慧就是四本論的 然後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好的名聲 然後呢 這個魏無地聽了 就說你可以叫你兩個兒子來 於是呢 就是看到有一個兒子會流汗 一個兒子呢 不會出汗 然後呢會流汗的說 我看到你們就是 戰戰煌煌煌汗出母江 然後另外一個呢 忠慧他說 為什麼你不流汗 他說戰戰利利 汗不敢出 那兩個兒子都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看了這個 這個釋說心有時候會給我們很多 你當然除了以言語跟思想允潔的 變解之外 也應該在哲學上會有一些反思 那這反思大概就是 我們覺得現在是什麼 現在就是我們哲學危機的年代對不對 從二十世紀的五六零代 開始講哲學的衰落的這樣子的一個 或是後哲學的年代 可是後了將近半世紀 已經過了半世紀還在 還在後的一個狀態 而且不知道為人家如何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好像跟兩位 想要雙修哲學的講起來好像有點 有點有點 那但是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最不好的時候 通常都是最好的時候 但是就看你會不會用 就像人家說你跌倒的時候 就是你站起來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另外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兄弟小的時候 然後父親就在睡覺 然後偷服要警 然後醒來他就假裝還在睡的樣子 然後他就看兩個這兒子在表現什麼 就忠祕跟忠慧 然後忠慧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就是比較是一個儒家的一個特質 他拜了之後你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偷很不好意思 還是先跟你懺悔一下我再喝 然後這個忠慧就覺得 幹嘛要拜 我偷本來就是不對的行為 我幹嘛要拜 那如果是你們要怎麼做 我可能 這就是人的差別 人的特質不一樣 跟兩個都很優秀 你們會怎樣 我應該是屬於會拜的那種 對 我沒有少說到那裡 但是呢 基本上應該 我覺得忠慧是對的 就是說我已經是活了 我幹嘛拜 但是就看你自己 那裴偉呢 他就是一個 每次大家活了 我舉這個裴偉說 皇帝這個大家活了二十幾歲 這一個三十三歲 然後三十三歲就可以有這些表現 想一想我的過去的年代 好像也沒有這樣的表現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那麼接下來看的就是 這一個世主 大家引領時尚 那這一個呢 事實上在我們這一個年代 誰在引領時尚 總統也沒有 你們覺得誰在引領時尚 我覺得戲劇明星有錢人 我可以怎麼說 網路社群在引領時尚 那是天才型的 對 網路社群有分啦 有天才型的跟文化 次文化的這一個部分 那天才型的人就是創造的那一些 讓我們生活更便宜更好 然後呢 次文化就是說有好的影響 有不好的影響 就好像什麼那個我也不知道 我電視上總要報哪裡哪裡 什麼好吃 我心裡都在想 怎麼會有人知道有問題 還要去排隊 因為只是因為他打個八折 想一想也沒有錯啦 每一種東西都有問題 這有八折跟沒八折還是有差別 可是呢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然後什麼雷神文化 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我也看了最風行的 什麼來自星星的人 我真的也去給他看了 我心裡在想 為什麼他這麼有名 從劇情來講真的沒什麼 但是呢 人家畢竟去創造出來的 他就是中和平 但是我覺得他選角很厲害 選角 然後他們的戲劇配樂很厲害 就是這些 那我們做不到嗎 我們有這種人才啊 不會用啊 那你不會用你就輸給別人啊 那這沒辦法 他有沒有模仿 有 他也模仿 但是問題是 你就沒辦法演 那現在是 你不是只是在罵後 不要跟韓國人好 我不喜歡韓國人 你要趕過他才有用啊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韓國 我是2007嗎 我去韓國 我第一個很震撼的地方是 我周遭這些學者朋友都說 韓國很小 我心裡在想 我在台灣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聽過 我周邊的人跟我講過 台灣很小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當我認為韓國很小的時候 我要壯大 那問題是台灣的人都認為台灣好大 每天報的新聞芝麻綠豆大的事情 台灣就是這些事沒有別的 國家別 我們就好像在義客團那個時代 連國家發生的事情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只有錢財這件事情跟我們有關而已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 我們在看這個時候 在對比的時候 我們想要從魏晉禮運呢 開始來思考過我們的年代 那氏族之風引領時代 他們會扶韓石傘 這個當然是不好的 那但是他確實影響了500年左右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影響 那為什麼 因為何彥當時是體弱多病 他需要扶這個 那這一個韓石傘不只是 他覺得說不只是自病 他還可以覺得神明開朗 也就是說他會精神會很好 那也就是說適合他的體質的 這一個狀態 那韓石傘是什麼 據這一個黃土是也曾經說 不吃過 但是這一個人很特別 35歲重生 47歲開始吃 然後吃了也吃不好 然後後來有人要他再去當官 他也會拒絕 包括雞康 為什麼不當官 因為什麼 扶了韓石傘之後 他是一個會讓你踢 會有內熱的情況 體內會發熱 所以呢 他必須要喝溫過的酒 而且是要上等酒 你喝冷的酒呢 事實上會跟你的身體那一種 他可能是把你降的急寒 還是什麼火火 我對這個不太了解 然後呢 你必須要冷水液 而且你必須要吃冷食 也就是說你應該是飲熱酒 吃冷食冷水浴 再來就是說 因為那一種呢 他會讓你皮膚搔癢 所以你知道嗎 待會我們會看兩張圖 他所畫出來的就是說 那時候的人喜歡什麼 寬衣緩帶 寬衣緩帶就是說 穿的衣服要寬大的 而且都是舊衣服 為什麼 因為皮膚可能會有一些 窗子這一類 結痂這一類 那你只要穿新衣服的話 可能以前的材質 沒像現在這麼好 那現在是連塑膠的 也可以做得比 做得比 你很多衣服都Polyester 那都是塑膠化鮮品 那基本上也可以做得很柔軟 可是過去可能不是這樣子 那麼都是絲 絲一定是高貴 那麻 麻我們知道是麻比較粗的 而且比較硬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當時的人 事實上在吃的這些 事實上都要穿寬大的衣服 而且是舊衣服 所以他們才會有清潭的時候 會抓獅子而談 門獅而談 就是什麼 就是身上都有的時候不洗澡 或是什麼 就是說 會讓人家覺得衛生堪雨 可是衛生堪雨同類 有啊 你前陣子不是發現有 有大概三十五名 還是五十名不洗澡的樹人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土下 那個是好像是在台灣的 然後 然後就是不洗澡啊 然後就是整個整身髒兮兮的啊 然後吃的也是很簡陋 可能是人家要收水 或是什麼這一類 可是還是過得 不是過得很好 可是他還活著 就是這麼一件事了 那麼在這個函石傘是這樣的 那門藥他大概流行五百 失去了百萬人 大概有八次 八九層會殘疾 那服藥後他要散發 那就半水獨立化作 然後他要去把內樂排除出來 那散發所以這個時候 他必須要有行傘 行傘就說我服了藥 我喝了熱酒 然後呢 我基本上是我要走路 我不可以靜止不動 那這一個呢 對養生來講當然也是好的 為什麼 養生就是像現在 就是要你至少要動 那動就不會產生疾病 那動當然要分等級啊 比如說年老的跟年輕的動的方式不一樣啊 那年老的大概就是什麼 散步就是最好的 這大概是什麼這樣 然後他們還要 因為喝酒就會有什麼 回去的狀態 好 那他要喝熱酒 每天要好幾次 而且吃飯 不要讓你自己餓早 不能餓肚子了 而且要吃冷飯 一天要六七吃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然後呢 最先食寒食散的 就是核燕肌康這一些 然後他們基本上都是社會富裕的 然後他們就引領了當時的 後來的中下接種也會喜歡這樣子 那接下來他們在喝酒 喝酒這一個事情在商代就已經有了 那周代的時候 我們知道周告 周代的上書裡面有一篇酒告 就是告誡說不要 喝酒要節度 然後喝酒要什麼時候才能喝 不是隨時都能喝 那為什麼商代的滅亡當時 那也是跟周代 就是跟酒有關 那未盡除了福寒食散需要以外呢 基本上也掀起了飲酒的一個新的意義 我們今天喝酒是問了什麼 快樂 還有哀愁的時候 解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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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喝酒有沒有什麼意義 發洩 發老少 然後再來 有沒有 養生 你有沒有喝那個 那個吃了什麼薑母鴨什麼 什麼這一類就是養生用的 但是以前的人喝酒有一個道理 雖然你說那是哲學的沒落 但是呢 他畢竟嘗試想要真真實實把握哲學 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對那個混沌的本體 他覺得不能去把握到 可是呢 當我喝酒的時候 我好像濃模活舞 我已經進入到那個境界 我可以導入那個混土的狀態 所以他們要 他們給喝酒賦予這樣子新的意義 然後呢 這是一個 當然他們也有酗酒這一些 不理智的行為 但是基本上呢 等於是說 這一個理論會提供給他們 新的認識視角 我們在研究那個的時候 到家的混土本體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們可以理解 對不對 到家不是老子 不是那個視之不見面 因為什麼 聽之不文博之不得 有沒有人覺得 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覺得華人好像不會 華人覺得 我都知道那個在幹什麼 可是西方人就不是 跟我們的思維就不一樣 因為我第一次聽的是那個 那個薩拉耶人他在 他水之道德之端的那個 關於水的譬喻的那個 Metaform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說他為什麼要去講Metaform 因為他跟人家講老子那個東西呢 學生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我們華人很奇怪 就覺得為什麼你會聽不懂 可是因為他本身就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腦袋結構就不一樣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 所以就用水來比喻他 學生就好像把握了一些東西 可是我們好像聽得懂 又好像聽不懂 可是我們都覺得自己懂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也不覺得我們需要 靠什麼去把握那個本體的東西 總覺得那個本體就是 我想就可以到的情況 那未進的時候 這個情況其實如果從老子跟 黃帝世經在講道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是可以做類似的 然後只在講道非常非常的抽象 他講的道是一個什麼 官物之先 然後呢 上帝之先這一類的東西 那我能夠想到第一者 可能就是帝啦上帝啦這一類的 上帝這個詞不是西方基督教來的 我們世經就有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可是在黃老、黃帝世經在講道 就是什麼 天地事實的運轉 這就是一個道 那是什麼 他用了一個很直接 我能夠理解的方式 去把握到那個東西 那這在哲學裡面常常有 西方哲學也會講氣啦 或是講阿佩洪這一個事情 就是從水到阿佩洪到那個氣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他也是從一個具體到一個抽象 再到一個介於抽象跟具體之間的氣的一個論述 那麼在這一個情況裡面呢 他們是嘗試想要用喝醉酒的一個 那一種模糊得到的微醺的感覺 去得到混混的本體 去感受到那一個混混本體的一個存在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所以他們對酒有非常好正面的一個論述 他說酒會使人人自願 然後會引人怒勝地 然後呢三日賦云酒 於行省不互相親 不喝酒行省 行省問題也是整個未進那個時候很重要的問題 可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想過 不喝酒會行省不相親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我們現在刺激性比他們更強 然後學國外要吸什麼 台灣國會也好 有的人到了國外就會去吸大門 為什麼 因為他會讓他產生抗分的狀態 一種類似 是不是這樣的狀態 因為梅西多不知道 但是呢我想可能是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陶威明也在喝醉 為醉的時候去講他的那個 在那陶威明集裡面有關飲酒之舞 然後就有捷污 這個我們最常聽到 捷污在人進武車馬 武車馬線 問君和能耳西允地之間才 你都有一些人 那這一個部分都是表達他超越世界一切 融入為欲的一個對自然的一個追求 那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也就是說酒可以讓他能夠 跟自然融為一體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今天呢 對酒的認識可能只是一個很社會習俗性的 揮範性的 喝酒不開車 這個當然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會涉及到過去沒有這麼大的危機性 過去頂多馬車撞到的男人也會 但是通常會有馬車撞到的那種事 通常不是不會喝醉的 都是後面坐在後面的 而不是駕馬車的 那所以基本上不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的年代不一樣 但是對酒有這麼正面認識的也不多 酒商也不會去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麼琉璃呢 這一個是在禁書裡面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就覺得喝了酒之後 由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招 萬奇為西語 日月為俱由 是俱嗎?俱由 然後呢八方為挺曲 這一類的一個方式 那整個就覺得他認為就是說 他就是以這樣子的心態來看待整個天地自來 然後呢基本上呢 他就認為喝酒這一件事情 會讓他有一口快樂 所以會無私無慮然後其樂逃逃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甚至會讓他覺得 不覺寒暑之切記 利欲之感情 喝了酒會讓他沒有那種 怕冷或就是熱或冷的這種 這種深切的體驗 然後呢也會有忘卻利益的一個方式 那這一個狀態在魏靜 確實他們常常是如此的表現 他們對錢財的不在乎 但是對錢財的不在乎呢 可能只是在有錢人身上 然後呢甚至是有時候他是 有時候是真的豁達 有時候是 他也知道不會有人去哪 待會兒會有這種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也會有類似這樣子的就是說 一般以前看到邵法星人 就是覺得很害怕 就是有禍世將要降臨 那有禍世將要降臨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社會群組 就是這麼傳達 你看到彗星 我們現在看到彗星是什麼 許願 對不對 流星 然後大家都都是什麼 廣告傳史的時候不是許願嗎 然後再來就是我看到彗星 我們每個人都在許願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 在過去他是不好的象徵 可能是為贏我這個為贈者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就會講說 他乾脆就對著那個星星說 那就我們來對贏 我們就來共同地講 反正至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就舉了一個 這一個陳能華的品人名鏡給各位看一下 他就是會告訴你這一些 然後呢 為什麼會你心有欺欺焉這一個方式 因為他會說正因為死構成了人生唯一 你很難從這一個故事裡面去抽一出這個來 可是我只能夠說這個人也是很有才華 就告訴你說 從這個故事裡面他可以抽一出 因為死是人生唯一的支撐體 生命才有力道跟方向 然後生命才是可活 人少了死這樣的支撐體 生命就會死氣沉沉 跟幽靈沒兩樣 哲學裡面那個海德哥不是說 我要面對死亡火 才能夠意識到我的存在 打在你的存在的意義嗎 其實真的會喔 真的會喔 我不曉得各位怎樣 以前我過敏的很嚴重的時候 他每天一看起來 我已經像八十歲老太佛 我都覺得超難過的 那為什麼好了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 那但是呢這個部分是什麼 但是呢我沒有那麼高超的哲學情緩 所以我沒有辦法向海德哥發展出 我面對如此 然後我有什麼哲學情緩發生 然後這一個呢在這裡是說 我如果這樣子的時候 他說死這一件事 為什麼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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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這孝五帝呢 事實上他是一個皇帝 然後在這裡面呢 他當然就會認為好像在浴室他即將 滅亡這一個方式 那他要自我逃犯就是說 也從來沒有那種 可以活得萬歲的那個天子 那也就是說 他一方面是讓自己解脫到 這種厭惡的心情 因為看到他總是心情不好 可是他為了解脫 就是給自己一個 一個調侃的一個方式 那在這裡面呢 他在這裡也沒有表現出 他對一個生命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抉擇出來 但是在這裡面的一個解讀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這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通常是活著有意義 是因為有死亡 活著才會有意義 不然的話每個人 如果說每個人都看到 人都生老病死大家都一樣 就不用努力了 為什麼 你跟我都一樣 你覺得你跟沒錢人都一樣 路的棺材全部都一樣 好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 但是不一樣在哪裡 我那個時候前陣子說 生活不眠 我們有什麼 是佛加坡生老病死 然後呢 我們一般世俗的人就是要吃喝玩樂 九個字 好像所有的人都要有這九個字對不對 那有什麼差別 那你們怎麼回應 我後來想一想 我對有一個東西不明一樣 那就是你心怎麼做這件事情 是我已經能夠標顯出 你在所有生老病死吃喝玩樂 這九樣當中 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死 構成你生的一個意義 那當時人呢 會穿比較寬大的衣服 會穿木巾 然後還會有一個浮巾 浮巾呢 你現在要在哪裡看 你現在只能在韓國連續去看到 還有我們過去的那個 那個明代的繪畫裡面 那一些那一個標示 我那個浮巾 我不曉得 我好像沒有那個圖片 然後那個圖片呢 事實上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這裡就可以 你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 他那個大概 我不知道他們是屬於丁莫用愛的事情 他們的文人就是韓國那個 為什麼 因為他是學我們的 那我們以為木巾是日本的 不對啦 木巾就是歸禁時候的 時候開始的 好 那我們老是都是覺得 那是日本的那是韓國的 都對不起了 那都是原來我們的 可是因為我們也不追溯 有這個書啦 不是說不追溯 但是呢 我們也不在意一般的 在意說 你說那是韓國的 所以你現在要看一些 很正統的禮制的 比較唐朝 或是那個之後 可能要到韓國去看 因為他們有保留 很傳統的一部分 那我們不斷在丟掉 傳統的一些很多 生活舉止當中 我們一直也在流失傳統 那浮巾就是用一塊那一個 然後綁頭髮的 然後當時呢 就是未為風上 那本來是他們應該要戴灌的 可是呢 因為當時因為民事覺得 這是一種累積 而且有一種束縛感 所以他們就用一塊布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風上 那麼呢 這是各位可以在韓劇 或是一些明代的表現也都有 那墓基呢 民事特別喜歡 我們就今天 那墓基他們當時也有設計 就是當時有一個蟹公基 那就是那個蟹凝韻的 那他那個墓基事實上是會有兩個詞 然後這兩個詞呢 上下山不一樣 他說上山的時候是什麼 前面那個詞可以把它拿掉 這樣上山爬山比較好拿 下山的時候後面的要拿掉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會比較下山才不會 因為你想一想 墓基如果同樣高 現在的墓基都同樣高 對不對沒有創意 因為看看古人多有創意 那爬山跟下山的時候 還可以抽掉的 非常靈活 然後還有一個高齒基 我覺得這個可能 這一個年代其實跟相應在西方的時候 大概是那個迪卡爾那一個年代 十六世紀那一個年代 很接近的西方的迪卡爾那個年代 創造分寫雷絲 有沒有 你們看過他的圖畫 那個台灣字文出版社的那個 我是故我在的那個圖片第一 那個封面圖片就是迪卡爾的畫像 畫像就是穿雷絲衣服 那當時人是要看到他們的鞋子 都畫小小的有點跟的狀態 那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敷臉 那這個時候他們要敷合 會讓自己敷的白白的 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 我們今天很多時候是在走回頭 如現在開始男性的什麼那個 保養品都一直出來對不對 化妝品什麼的 那這大概都是古代就有人 那這也是當時他們覺得 這樣子是一個士族的風法 有一種風雅的一個特質 而且呢他們會是什麼 會有子弟 這顏世家庭就講 會有子弟 夫粉絲諸 然後呢 從容出入忘落時期 女孩子當然不用講 那男孩子他們也是這樣子的表現 然後為什麼要穿半大衣服 那因為不穿半大的衣服 就會讓皮膚受傷 那就有一個畫像 那這一個畫像事實上是什麼 這個這個名字也是為了這一次 才看到龍啟琴這一個 那這是在那個 莉玉寇的著作列子裡面被引用 然後他就也是類似 跟孔子對話的一個一個人 那表現的是有一個仙人的氣象 那這一個就是畫的就是龍啟琴 這個就是軟鞋 那你看當時畫他們的衣服就是這個 這一個是出土的 在1960年代在南京出土的一個 類似畫像磚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還蠻清楚的 這個網路都會找得到 我沒有什麼神情 不是我真的去了那裡 我真的去的是屬於先情的地方 沒有到這一個地方 好 那麼再來就是說 他們的就是清朝人化的竹林 竹林七賢圖就是類似 他們的衣服都是很放鬆的一個方式 就是比較飄逸比較追求自然的一個方式 就是竹林這個他們換衣的方式 那麼在給各位的一個方式裡面 我去最早講到衛進風度 他就講為什麼他們不能夠穿那個窄的衣服 而要穿很寬大的衣服 因為皮肉會發燒 就是會散熱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為了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 所以就穿就一定要穿得很寬大 那這一些其實都是跟他們吃藥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喝酒他們的穿的衣服 他們的那一些都是跟吃藥有關 但是他們也同時在這種表達生活習俗的同時 來告訴你哲學的情況 或是說他們對哲學的愛慕 或是對這一些思想的愛慕的一個方式 附會他們的風樣的一個狀態 那麼世主在效法裡面呢 他們會有一些情境很特別 所以這一些情境是我們今天很難以想像 因為你要物為物欲所獲 然後要表現對金錢女色官位的淡得 好難喔 真的好難 尤其對錢財更難 女色也很難 女色對女生好像不難 但是對男生有困難 那這個當然這一個官位這一個 幾乎是權力的象徵 那這裡面就顯示了王眼的妻子就姓郭 然後他劇烈無厭好甘慕人士 然後他就覺得很討厭他的貪比 那所以嘴巴重不講錢 可是他明明就是家財萬貫的人 那這個時候呢 老婆也不是省有得登 就為了誓他 你真的對錢不在乎嗎 就把錢堆在他那個房門出入口 把他堆起來 讓他出不來你知道嗎 然後就看他不要說出錢這個字 可是他也就偏不說 然後就跟劇烈說把這一個 這個堵住的東西拿掉 連錢都不講 所以當時你就覺得把他傳聞給他 好像他不在意錢 其實他在這裡沒有顯示出他不在意錢 然後他本身就是有錢的人 這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我今天常常用的 夢見什麼 夢見什麼 夢見官材 夢見憤怒 然後呢 然後就惹貴 你要得貴的時候那悶到官信 然後佳得財的時候就會悶到死貴的東西 然後陰陰縱軍就陰縱還是 他就跟他說官本來就是修復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要得到他 當然你就會悶到那個官師 就是就是那個官材裡面的屍體這樣子 你悶到那個就是你會得官位 然後呢 那你如果呢 財本來就是糞土 然後這時候你如果要得到 你就會悶到貴屋 就好像人家說 財到狗屎那天大概就是要去買樂透了 可是真的有嗎 真的中樂透的你都是這樣子嗎 好像都沒有 都不是因為日子 那所以呢在這裡面呢 這一個到今天我們流傳這樣子的一個 治理理理理就是 就是有關於夢的解析的這一部分 大概都是類似這樣子 你悶到官就是得官 你悶到那個份黃金就是得財 那你還要能夠表現出 粗藍靈之不驚 無故加之不怒 這個很難嘛 無故加之不怒 可能還能夠表現出來 粗藍不驚還真不容易 世主明有呢 遇到突然的事變的時候 他會驚慌是錯 然後呢他覺得這不是有趣的問題 他要看你思想有沒有超多 你氣量到不大 那這個時候呢 毀旦就是一個 有人說是草聖 他就說書法草術問題 那但是他在這裡描述的是 他寫楷書的問題 那這一個部分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衛冥帝的時候 他就蓋了一個灌台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呢 當時功能在他還沒提字 就先把他釘上釘字 釘得很高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衛冥帝就是 因為想要請這個大書法家來提字 這個時候只要把尾彈 就是讓他爬得很高 然後把他掉在一定的高度 然後去書寫 那尾彈嚇了之後 就嚇死了頭髮都全擺了 然後呢 就讓他指書以後不要再學字了 因為他覺得很恐怖 那但是這一個部分呢 事實上這一件事情 在後來世祖明明就隱為笑談 就是覺得說這表示什麼 他沒有那個氣量 他沒有那個靈知不經的這一個方式 像他會輕荒失措 就表示你這個風度 是有所損傷的一個情況 那夏侯太初呢 這一個剛才講過 他在以著作書 然後大寅就把他當作書 批破了 如果是我我一定趕快跑 可是他竟然是神色無變 疏益無故 這個也不得了 那夏侯璇是不是這樣 待會我們去講見識的時候 那個傅俠想要 夏侯璇想要跟傅俠交朋友 傅俠對他有評判 覺得他氣量狹小 這個人其實不能 都不是有德之人 根本不想跟他做朋友